本系的一家公司丢失了9件合金钢带 价值大概在40万左右 公司怀疑是内部人员所为 要不然不可能说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运走二三十吨的钢材 警方调查的过程中 公司的小刘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小刘有作案前科 而且近期花销也大了起来 随着调查的深入 被调的钢材在沈阳被发现 同时嚣张的链条也浮出了水面 经过调查 民警们掌握到的售卖材料的人为郝某 而胡先生也是通过朋友介绍 在沈阳钢材市场郝某这儿 购买的材料 那么郝某又是怎么拿到的这些材料呢 然后他又是一家板材 就是沈阳是一家板材公司 刘某卖给他 咱们又追到刘某 刘某又是找了他之后 他又是通过北喜一个 导农钢材的一个石某 他卖过去的 就是中砚这个环境非常取得 我们经过了五六省 他们那价格是收的是很便宜吗 当时想 对 他们 这个被盗这个物品 价格非常高 他每顿价格在一万七千元左右 他和普通钢材不一样 但是这些收购钢材这些人呢 他都是把它按照普通钢材 按照普通钢材价格 比如说四千五四千 按照这个价格 收购和买卖 他们每一手就是 一顿就挣个五六百块钱 七百块钱 怎么样 民警调查得知 这批失窃的材料被多次转手 但是民警了解案情的过程中 并没有人提到过重点怀疑对象小刘 那么偷偷将材料从厂子里运出来的人 是另有其人吗 在这一系列卖家买家中 最先拿到材料的 是本西市一个钢材市场的石某 他又是从什么地方获取的这些材料呢 是否还有上家呢 之后我们通过沈阳钢材市场上 找到这批商务之后 顺通钢材 顺着沈阳钢材市场这条线索 一直找了五六家经营钢材的企业 顺通钢材一直找到 北溪是九十三南城 有一家废品收购站 确定是最初的来源 是从这家废品收购站 把这批商务运到沈阳里 所以我们就确定了 南盆这个废品收购站 应该有收账的重大协议 被盗的材料被多次转手售卖 最终民警们排查到了 本西市的一家废品收购站 那查到这个收废品的时候 收废品就说是谁给他的吗 当时就是如实交代了吗 这个情况 对 咱们把南盆这个 番地检验人余某 当案之后一审讯 他就如实公布了 说这个是企业员工刘某卖给他的 而且不是一次卖给他的 就是分了十多次 他每次就是给他打电话 告诉我厂子处理的刚才 那个你来车 你把车开到厂门口 然后这个番地检验人 他本身在厂内就是开插车的 那像那个余某 他当时就是收这个废品的时候 他没有说了解一下这个东西是来源呢什么的 就直接收了 没有 他这个收废品这个吧 他其实在我们正部门的过程中 水晶过程中 我们决定他名字这个东西是找的 名字就是不是好点来的 名字到的是从铁头里 然后他进行收购 所以他过程反对 据余某供述 每次都是他开车 在公司门口等小刘 小刘呢 每次就用公司的插车 把材料运到余某的车上 人证物证全都到位 民警和公司负责人最开始怀疑的小刘 最后被确认 就是此案的犯罪嫌疑人 厂子里的内鬼 民警准备对小刘实施抓捕行动 咱们在这边把首长给抓到之后 因为这个犯罪嫌疑 他就对这个事有所警局 包括咱们到企业去看查现场 他对这个事有所警局 他就已经决定是肯定要漏了 然后他就跑了 就是藏匿起来了 藏到室内一家输入房里 后来咱们通过其他机械手段 确定没有他在室内掩藏 然后在室内把他抓了抓获 犯罪嫌疑人刘某落网后 也交代了自己的盗窃过程 我的东西都不拿透的 在哪里放的 分机是透的 是 是的 第一纸家又来屋里犯了 就是这样 刘某到岸后 对实施盗窃的地点进行了现场指认 而看到人被抓住了 公司的负责人赵先生也是又高兴又叹息 那么刘某又是怎么样一次次的从公司往外运的材料呢 刘某每次作案之前 都会支走打惊得大眼 随后再开着插车 将材料运到余某的货车上 就这样一次次的得手 前后一共偷走了九件和金刚袋 那么刘某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他在这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 去港卫工 港卫工 当初去赵宫多也是说 那去跟他住 通勤也远 就跟他住 那也有地方 是这样的事 那港卫工主要是干什么工作 就是看设备 那去看设备搞一工去照 他平时就是花钱啥的呢 是缺钱吗还是 那个咱也不掌握 后期都出事以后了 大伙还说 他就花钱就大了 请这些大伙吃饭干啥的 自从刘某盯上了这条致富的歪路以后 出手也变得阔绰许多 在作案之前 每月刘某都会按时领到三四千元的工资 这些钱难道不够刘某的开销吗 他这个心里这么说 你就是说 他也这个人也没想到后果他是会料到的 他这东西肯定会漏 但是他可能是为了一时享受吧 那一时经济情况 应该好像是外面接一些高利贷 房门上 经济挺窘迫的 为了处理这些欠款的 停而柔减 还知道这东西将来肯定会发案 民警调查到 因为刘某外债比较多 所以每月的工资很难偿还这些外债 所以才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 而他卖给废品收购站余某 这些材料也是很低的价格 他销上一共就卖了5万多一点 那这5万多他咋滑了 在我们抓到他的时候 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 就是卖这些账款都回货了 一个是还了一部分欠款 再一个他网络赌博 他平时在网上经常网络赌博 每天都输不少钱 赌博欠了外债 无法偿还 也让刘某挺而走险 在得知刘某落网后 公司的负责人也是觉得挺气愤 那老板知道你说自己员工干的是啥反应 这个员工其实和这个企业老板 他们还就是有点拼气 有点亲属关系 但是不是特别近 他是通过亲属介绍局 有点大妈工作 老板最后直到是塔干的时候 也是特别气愤 就是说感觉我是看亲居面的 把你手留着伤着干活 你还偷我的东西 感觉非常气愤 气愤归气愤 好在涉案的这40多万元的材料 都已经被民警们如数给追了回来 企业的损失得到挽回 这是民警们最想看到的 可这些涉案人员 又要怎么处理呢 咱们就是购收购账务的 那个购重犯罪的 我们都已经采取强措施 包到两样了 像那个钢权市场 有后面有几手 他本身他不明知这个东西是账务 但是他进行买卖 咱们把它就是做这个买卖的利润 我们都已经给一法扣押了 最后最后买这个钢材这个 是浙江的一个虎猫 他是最后一手买的钢材 我们说的钢材从他手里扣押了 但是他买的钢材的那个钱 最后应该给返还给他 你扣押钢材人家不够的犯罪 他买卖这个不够的犯罪 咱们刚才扣押了 应该把他购买钢材的这个 从企业报警到案件告破 仅仅用了20多个小时 被盗企业没受到任何的损失 警方的办案速度值得称赞 年关将至 民警们还是要给各大单位企业提个醒 在这里我们也想提醒下去企业 要从人防计防的角度 提升企业的内部安全防范 特别是人要人把入口管 要平时加强人的教育培训 计防也要加大投入 这样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这种损失 年终碎尾了 公司和企业都要把好自己监管这道官 而节目中的刘某 也真不该有这样的念头 参与网络赌博界外债 一连串的诱因 让刘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我们也希望刘某能够吸取这次的教训 将来能够重新开始